今日向左发长文回应为何不躺平等热搜第一引热议 在长文中向左透露自己这几天在国内外都有工作 直播事业又刚开始 所以每天只睡30个小时 被朋友打去说是在拿命工作 完全可以躺平花钱 向左表示努力和成功本身没有必然联系 还谈到了自己的经历 向左透露自己拍戏曾多次受伤 骨折过脖子和脊背已严重错位 甚至差点致残致死 可想伤得有多么严重 连医生都为他捏把汗 网友们看到这篇小作文 觉得向左的出身和普通人不在一个起点上 却还在这里大谈努力和不躺平 是在利于努力工作的人士无病呻吟 因为向左多次提到努力 有网友认为 他是在回复李佳琪说的不努力话题 甚至是在讽刺李佳琪